歷史上的3月28日是 抗戰時期日軍扶持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的日子喔 不過不是汪精衛所領導的 而是他的前身梁洪志所建立的親日政權 話說梁哥在北洋政府混得有聲有色 還當到中華民國臨時執政秘書長 可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啊 但隨著革命軍北伐成功 梁哥徹底失去了政治舞台 直到日軍攻破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城並展開大屠殺 但畢竟日軍可是要建立東亞和平的新秩序啊 所以要多為中國人著想一些 於是開始找一些可以穩定軍心的政商名流 扶持中央型的傀儡政權 我們梁哥不簡單啊 毛稅之間去找日軍報到 原田少將也覺得梁哥讚 如果讓他主政未來更能南北整合 讓日本一試掌握中國啊 於是梁哥把原先的國民政府大廈 改為維新政府的行政中心 跟日本人一條心 展開共融發展 不過梁哥的號召力沒那麼大 最後日本人看上了孫中山繼承人汪精衛 最後由汪哥取代了梁哥 梁哥則在抗戰勝利後 被蔣介石以漢奸罪槍決 謝謝大家